一人成立農近期參與了陸仲 出發也去吧 期間他和張無良元珊珊 準備滷肉飯當晚餐 主動茫茫的成立農 聽到材料有乾蔥酥和香菇時 樂出了疑惑的表情 接著忍不住好奇詢問兩人 為什麼覺得滷肉飯裡會有這兩樣食材 對此張無良十分肯定地表示 滷肉飯一定要有香菇 接著還調侃陳立農吃的滷肉飯不是正宗的 原生先聽到後笑稱 陳立農是台灣人 吃的怎麼可能是不正宗的滷肉飯 遭到張亮再度調侃 台灣的滷肉飯可能不正宗 節目片段曝光後 中國網友紛紛表示 說台灣的滷肉飯不正宗實在是太搞笑了 但也有部分網友認為 張亮所說的是潮善的滷肉飯 因為當地人會在該料理中 加入乾蔥酥和香菇 因此兩人所認為的滷肉飯 很可能是兩種不同的食物 正宗的出品 igkeit awgang PE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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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